在这 321 关于上全高手2K25这款游戏 我之前玩过试玩版 三档会员可以免费玩 具体怎么一个情况 我已经做过视频了 回答几个小问题 它可以本地一到四人游玩 这个价格前两天买的 商家平台我就不说了 花了538人民币 因为这款游戏非常小众 网上卖的不多 某宝也就一两家 而且卖的是日版 日版也有注文 这种PS5盘 PS4盘是没有假的的 即便你买的是后空盘 它也是能玩的 主要是盘不要有划痕 另外盘要支持中文 最好是港版 因为港版它可以和港部PSN 存档什么的DLC将来很方便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2024年4月26号出的 现在PSN商店也卖548港币 核人民币也得500多块钱 一是我比较喜欢网球 另外那个商圈高手 据说上一座是13年前了 我好像没玩过 那时候在盲蝶的 我玩了两个小时试玩版 没有尽兴还想玩 与其说买个数字版 倒不如买个盘 我上网上找了很多遍 也就是这个版本是最接近港版的 所以说才把它买了 有作收藏 将来也不准备卖了 不管将来是入库什么的 都不管了 喜欢就收着 好下面开箱 这个风套应该有一个皮能丝 在这 我再说一点 如果市面上99%都是后风盘 那你们又在意什么呢 反正我是不在意后风盘的 能买的原封 挺好 一边是后风盘 只要盘没毛病 我觉得也无所谓 321 盘盒没坏 挺好 我闻一闻 啥味没有 从这个浅的程度来看 这个盒的颜色应该是真盒 看一下盘面 盘面很干净 好 下面我们把它放到PS5里 声音还好 声音不是很大 等待复制 我们注意看右侧 右侧很关键 一般这个位置是有DLC的 现在右侧显示的是机票 那说明这应该就是港服通用版 不能说是港版 能说是港服通用版 也就是港版 然后下面也出来了 以游玩一个小时 其实我玩了两个小时 当我玩了第二个小时 一小时59分59秒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在录屏 然后啪的一下 并没有声音 这个声音是我夸张 就被弹出来了 游戏终止 它不让我玩了 要想玩 只能付费买 这也是我第一次试玩游戏 试玩了完整两个小时 被弹出来 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弹出来 之前玩过很多试玩游戏 从来没有到过两个小时 顺便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 游戏盘的复制 声音真的不大 在我用过很多PS5PS4游戏光盘里边 属这个国行的 马不歹大冒险的声音最大 读盘声音最大 它盘这个位置还有一张纸 这是小威德姆斯和费德勒 上面有一个码 使用这个码可以访问下载内容 码的到期时间是2026年的12月31号 这就是所谓的特点 游戏已经下载好了 玩一下 看看存档是否能够继承 存档是可以继承的 我们注意看这个位置 我之前玩的是1140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这张光盘对我来说符合我的预期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对我来说